新手怎么养好一帆风顺呢 大家好 我是一木 欢迎点击我头像的家号 关注我 一起来学习养花 这一帆风顺是一种广受欢迎的绿植 因为它的叶色就感觉生机勃勃 很多人都喜欢在家里养上一盆 因为它的寓意也很好 有着万事顺利的意思 这一帆风顺也叫做白掌 它的花朵也很有特点 花朵是洁白无瑕的 所以这种植物就很多人喜欢养了 但是很多花友发现养了以后 却出现了问题 比如说它很容易干尖黄叶卷边 包括叶片发黑的现象 很多花友刚买回来有花 但是养了一年之后就发现 它再也不开花了 其实出现这一系列的原因 都是因为大家不了解 一帆风顺的习性所导致的 在这一堂课程当中 应不将详细的给大家介绍 一帆风顺各方面的习性 帮助大家在家里把它养好 那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学习吧 这就是一盆一帆风顺的盆栽 那我们首先来说第一个知识点 就是一帆风顺这种植物 是喜阳植物还是喜阴植物呢 那它是一种比较喜阴的植物 惧怕烈日的暴晒 那是不是说一帆风顺 它就可以常年就养在室内 不需要一丁点的阳光呢 答案也不是这样的 如果你常年把一帆风顺养在纯室内的环境 没有一丁点的阳光 比如你把它养在卫生间里 这种四周都没有光的环境 那么会出现它严重的黄叶 叶片变薄 以及生长缓慢 还有就是很难复花 意思是说 它一年买回家 开完花之后 第二年就不再开花了 那我们如何把一帆风顺养得好呢 我教大家就是 它会需要一些阳光 但它需要的不是烈日暴晒 而是一种柔和的温暖的散射光 这种光线是从窗户射进来之后 通过折射再打到它的叶片上 这种光线非常的明显 没有那种白色的光斑直射它 而是通过慢反射以后再照到它 它喜欢这种环境 所以我推荐大家 在家庭摆放一帆风顺的时候 你既不要把它摆到过度阴暗的角落 也不要把它摆在阳台去曝晒 它喜欢靠着窗户 但是却没有阳光能够直射到它 这种环境是一帆风顺最喜欢的光照环境 好的 下面我们来说一下一帆风顺的浇水技巧 那家庭养一帆风顺 我们怎么浇水呢 很多花友买一帆风顺之后 都有外面的花商教你 说三天浇水或者两天浇水一次 或者五天浇水一次 其实这种记忆方法都是错误的 我们养一帆风顺 不要去刻意的去记几天浇水一次 这很容易进入误区 比如说三天浇水一次吧 你春天夏天可能这个土三天干的差不多了 你给它浇水是没问题的 但是到了冬天呢 有时候半个月土都不干 甚至有时候一个月土都不干 你还能三天浇水一次吗 如果你还这样浇的话呢 这个根系肯定会浪根的 所以我们不要去记几天浇水 那采用什么办法浇呢 我教大家的方法 是通过观察一帆风顺的土壤来进行浇水 在浇水之前啊 你可以用手去摸一下一帆风顺的土壤 如果这个土呢是湿漉漉的状态 那么不管隔了多少天都不要浇 也许过了一个月 你去摸这个土还是湿漉漉的 那我一个月都不用浇水 听得懂我说的意思吧 那如果你摸上去这个土有点干燥了 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就可以放心的给它浇水了 你如果这样养啊 你的一帆风顺永远都不会浪根的 但是呢你也不说不用说永远都去摸土 你用这种啊摸土浇水的方法 你浇几次之后你大概就可以判断 你当下的季节啊 它的土大概几天会干的差不多 能浇水 所以它是你越摸会越有经验啊 通过经验的积累 你后续就不用每次都摸土了 好的下面我们来讲解一下 一帆风顺对土壤的要求 以及换盆的技巧 那一帆风顺呢 他喜欢的土壤是疏松透气肥沃 除菌除虫的营养土 所以我们在家庭栽培它的时候呢 尽可能选择营养土来栽种 这样才能保证一帆风顺 长期健康的生长 此外呢 我们也要留意到一帆风顺这种植物啊 它是一个比较洗酸性的植物 它对土壤的这个酸碱性是有要求的 它不喜欢碱性土 如果你把它养到碱性土壤里 长期养下去很容易出现黄叶的 明白吗 那我哪知道啊 很多坏者说 我哪知道我家里的土是酸性还是碱性呢 那我教大家啊 在我们家庭养花中 绝大部分花有家里的土都是碱性土 为什么呢 因为啊 我们自来水就是碱性水 尤其是北方花有自来水碱性更重 长期用自来水你浇一帆风顺 浇下去之后 这个土啊 就会越来越呈现碱性了 那如果它在碱性土里就种一黄叶 那我们怎么办呢 我教大家 我们可以人为的给它土壤调酸 具体的方法呢 是用它 我给大家看看 我们可以使用它 它叫做硫酸亚铁 硫酸亚铁是一种土壤调节剂 它是一种粉末 你听听声音 听到听到吧 我们在养一帆风顺的时候啊 可以每隔一个月 把硫酸亚铁的粉末 对水吸湿一千倍 然后呢 浇灌到它的土壤里面去 这样就可以保证一帆风顺啊 唐年土壤都呈现微酸性 这样呢就更能够满足它的生长需要了 不容易黄叶了啊 好的 下面我们来说一下它的换盆要求 那我们家庭养一帆风顺多长时间换盆一次呢 我教大家不需要换得太勤 你养到一年以上的时候呢 就可以给它换一次花盆了 因为一年以上之后 它的整个花盆的根系基本上就长满了 这个时候呢 我们给它换大一号的花盆 就可以给它提供更加充足的生长空间 那换盆的时候啊 有两点需要注意 那就是换盆的时候 你要观察它的土壤 它原来用的什么土 我换盆的时候呢 就要选择一样的土 比如它原来用的阴阳土 我换盆也要选择阴阳土 你不能用田园土给它换 否则很容易换盆失败 那第二点就是换盆的时候 不要选择过大的花盆 比原来的花盆啊 大一号就可以了 不要贪大 因为花盆如果过大 土壤太多 很容易积水浪根的 好的 下面我们来说一下 一帆风顺呢 对透气性的要求 一帆风顺这种植物呢 虽然它的叶片密度还比较大 但是整个植物对透气性的要求 却比较低 所以这一点啊 对我们养它来说是比较友好的 所以啊 它很适合室内栽培 也就是这个原因了 在室内通风不良的情况下 一帆风顺也是可以健康的生长的 所以家庭养一帆风顺 可以说是很友好的 好的 下面我们来说一下 一帆风顺的施肥技巧 我们家庭养它需不需要施肥呢 很多花友啊 常年都不给一帆风顺施肥是错误的哈 因为一帆风顺土壤里的这个养分啊 最多只能供给三个月 三个月左右 这个养分就会消耗殆尽了 那它后期的生长完全就是靠天长了 没有养分供给它了 知道吗 那我们一定要给它施肥 那一帆风顺适合怎样的施肥技巧呢 下面我就教大家 给一帆风顺施肥 我最推荐大家呢 可以使用它 叫做高浓缩营养液 高浓缩营养液啊 它是一种通用的液体肥 看到吧 这种液体肥啊 吸收的速度极快 所以你用到土壤里 一帆风顺能够很快的吸收掉 关键是它还富含植物所需的氮磷钾 以及各种中微量元素 这样在全面促进一帆风顺生长的同时 还可以提供它的抗逆性 让它不容易生病 那具体怎么用呢 非常的简单 大家跟我一起学一下 我们呢 准备好营养液 然后呢 在施肥的时候 准备一千毫升的清水 然后我们把瓶盖打开 然后我们装一瓶盖的这个植物营养液 兑一千毫升的清水 让它充分的溶解在清水里面 就行了 所以这营养液它是很划算的 它是兑水稀释的 不是直接浇灌的 那我们兑好水之后呢 在家里每隔十到十五天 给你的一帆风顺 像这样浇灌进去就可以了 十到十五天浇灌一次 就可以满足一帆风顺 长期生长养分的需求 这样不仅能够促进它的生长 叶片也更加的翠绿 油亮 有光泽 不容易黄叶 关键的是 还有利于它再次的开花 好的 下面我们来说一下 一帆风顺的过冬技巧 那一帆风顺这种植物啊 它是一种典型的热带植物 我们在家庭养护的时候 一定要注意给它防冻 不论您在南方还是在北方啊 在过冬的时候 室内温度最好都要保持在十度以上 因为如果长期低于十度 一帆风顺很容易冻伤 如果低于五度 有可能直接就冻死了 所以冬季保温非常重要 那除了保温之外 一帆风顺还有一个特点 就是洗湿润 怕干燥 这个湿润是指的空气的湿度啊 而北方的花油啊 像冬天一般都是有暖气的 空气特别的干燥 如果在这种环境下长期生长啊 它就容易出现干尖 黄叶和卷边的现象 那怎么办呢 我教大家 你可以每天早晨起床的时候 和晚上太阳落山的时候啊 用一个喷水壶 给它的叶片像这样喷洒上水雾 这样可以大大增强 它叶片周围的空气湿度 预防黄叶和干尖 一天至少喷两次 原则上越多越好 好的 下面呢 我们来说一下 一帆风顺的修剪技巧 我们家庭养的一帆风顺呢 它不需要特地的去修剪它 但是呢 如果有以下两个情况需要修剪 第一个呢 就是叶片呢 出现类似的黄叶啊 干尖啊 枯黄啊 黑叶的现象 这种情况呢 我们要把已经枯黄发黑的部分 修剪掉 那为什么我们要剪呢 因为如果你不剪啊 它上方可能留有病菌 会传染给其他健康的叶片 所以我们就要把枯黄的位置修剪掉 剪的时候呢 用斜剪的方法 快速地修剪就可以了 这样呢 不影响整个的叶形和叶态 那第二点修剪什么呢 就是如果在花盆的底部啊 有一些非常幼小的啊 这个幼芽和叶子 这种很薄很小很瘦弱的叶子 我们是可以给它修剪掉的 这样呢 可以为它省下养分 供给它 其他的叶片生长和开花 好的 最后我们来说一下 一帆风顺病虫害的预防和治疗的问题 那一帆风顺呢 它一般不会特别容易生病虫害 所以呢 我们不用特地的为它预防 但是如果你发现它已经长虫子或者生病了 那么用药就可以了 不过用药有讲究 下面我给大家说一下 第一个就是如果长虫子了怎么办呢 长虫子我们就要用植物杀虫药 杀虫药呢 我比较推荐大家使用的是它 叫做比虫磷 比虫磷啊 它是一种广普形的植物杀虫药 绝大部分的虫害它都是可以杀灭的 此外呢 也可以使用浮虫胺或者赛虫禽 都可以使用啊 这是杀虫 那如果说发生大面积的叶片发黑的现象 这种真菌感染 你就不能用杀虫药了 要用杀菌药 杀菌药 我比较推荐大家使用的是它 叫做本甲笔作纸 本甲笔作纸呢 它是一种通用型的强力植物杀菌药 绝大部分的病害它都可以除灭 所以有这种情况呢 把本甲笔作纸稀释 直接喷洒在它的叶片上就行了 好的 那这一谈关于一帆风顺的课程呢 到这里就告一段落了 欢迎大家点击关注来收看我更多的课程 我们下一期再见啦